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啊 到目前为止啊 还是属于一个小跌 小跌 那大盘创新高以后 经过八天的一个修正 那到底修正结束了没有 这个地方会不会出现关键性的转折 那如果说出现关键性的转折 那这个财富就要重新再分配了 但是严老师在节目面常常跟大家讲到 有一句重要的话 七月份的行情先蹲后喷 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关键性的转折 未来的行情还是一样会往上走 只是说你在什么地方 关键关键的地方 你去布局你去买你去重压 未来才有机会赚得到钱吗 我这样讲应该对吧 没有错嘛 所以说我常常拿这张图卡给大家看 台股的一个推背图 目前为止还在震荡还在洗盘 因为连续三天量人的话都不足 但是现在是属于一个多方 还是属于一个多方 先蹲后喷 未来的行情直接喷到外太空 他不会等你 第三季 第四季 一定有大行情 但是你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老师都七月份了 好像F一定要升息 没有错 升息就让他升 因为通膨跟利率 它两个是挂钩的 有所谓的通膨 就一定会有所谓的升息 升息跟所谓的总体经济 未来的话它会去做出个调整 但是我要先讲一下 今天的话看到台面上面很多的股票 好像都很强 我举个例子 这叫广运 你如果说没有买在这个地方 没有买在起场点的话 现在涨上去了 你敢不敢追 我是劝你不要去追 好不好 对不对 6669的来 这个围影 从这边一路就上涨 涨到这边你敢追吗 你要去追他吗 你不要去追他好不好 未来还是有很多这种股票 从底部开始起涨的 你从七月份开始要好好把握 当然我们这个礼拜六礼拜天的话 我们举办所谓的全省巡回 那从疫情发生以后的话 真的我们将近有一年 一年的时间没有去 所谓的中南部去走一走了 非常抱歉 因为疫情比较严重 那现在为什么要出去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为什么要出去 因为这个大盘即将要来到关键线转折 你住在这个中部南部的 包含这个高雄跟台中的投资人 你一定要注意 因为资讯上面有落差 所以说我这次去的话 我会帮助大家带去最新的一个资讯的内容 包含我们所看到的AI 电动车还有什么 WiFi还有苹果的一个商机 这个四大金刚就是维持我们未来台股 第三季到第四季的一个动能 那不是什么股票都要去做它 其中有几档好股票 我们要去做它 像严老师目前为止 手中有一档低论的 近期也是创新高 还没有卖 还没有卖 你不用急 安控的部分 安全监控的部分 我们手中业务党股票 在今天还是一样创新高 我一样持股续报 我看好的股票 只要它还没有涨完 那就是续报 我绝对不会去卖 涨完的股票 我会适当的时机点 去做出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这个就是 我们达华斯也是这样子讲的 在适当的时机点去进场 现在的话这个时机点已经快到了 那我们操作 我们会找到强势的股票 强势的股票可以做短线 也可以做长线 也可以做当中 我认为长线的股票 强势的股票 比较胜算上面会比较大 那当然我们也许有错误 但是我们的错误会把它降到最低 我们不会对投资人造成所谓的损伤 好不好 虽然说有损失 但是会尽量降到最低 那价格跟成交量 这个很重要 一档股票能够涨多少 看成交量 一档股票的价格跟成交量 绝对是成正比的 那保持资金的部位 停损 我们一定会去做出个执行的动作 那当然今天还是有 我们来讲一下我们手中的股票 这档股票 6月28号所涨停板 昨天再创破断新高 今天有没有再创破断新高 有 那你就按照老师的简讯来操作 好不好 按照老师的简讯来操作 这档股票6月26号拉涨停板 新的股票 6月28号 对 礼拜三创破断新高 今天礼拜五 今天礼拜五 一样再创破断新高 我先讲 这两档股票我都还没有卖 我的会员可以帮老师作证 有些股票不是说创新高你就卖掉 当然卖掉就赚钱 但是贪太少了我没买了 赚太少我不会去卖它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找到一档好的股票 创新高怎么样 就算下礼拜拉回我都不会卖 这个就是严老师的一个坚持 当然台面上面还是有些新的股票 比如说像这档股票 礼拜四的时候它开在平盘以下 我们就算说平盘我们去买它好了好不好 我没有说我买在最低 因为开盘开在平盘以下 这倒数人不敢买 我就算说在平盘好了 91块6平盘 对不对 它礼拜四的话是直接拉到涨停盘 股票的操作要回到重要的 这个叫布局 有布局在低档区 有布局会喷的股票 你未来才有资格说所谓的收割 这是所谓的连带的一个动作 这个地方你赶满进场 赶满重压 你赶满布局 布局结束之后未来会大喷 对不对 那今天这档股票一样 亮灯涨停盘 一样 一样有平盘以下 我们一样算平盘好了好不好 100块5毛好不好 今天还有加码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今天这档股票这么强 你要去注意 有些股票它是新的 资金动能比较强 它比较有延续性 两天两根涨停盘这个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未来还是会大涨 那包含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这档股票 新的股票也是一样 565块钱高价股的 你可以在那买方 亮灯涨停盘667 我说未来还会再上 对不对 今天收盘再创破产新高 这个最后一盘也不知道是谁去拉的 涨上这个表现性也是很差 对不对 尾盘直接又涨上去了 那现行给你看一下 这是属于潜伏底的 我说潜伏底的股票 它涨的速度会很快 因为潜伏很久了 机息比较长 那它涨的时间上面也会拉得很长 因为动能非常强 有些股票很久没有涨了 突然涨上来了 突然涨上来 这个动能性就是很强 你可以找到这种股票的话 你就可以赚大条的 你不是买在什么 对不对 底部都不会涨的 你不用去买它了 这个一样是底部 但是有个附加条件 它是什么 发动点 底部的发动点 动能开始转强了 你才去做动作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老师常常跟大家讲 你找对人 你做对股票 布局收割 才能够大赚 那这次礼拜六 7月1号 是第三季的一个开始 那7月2号 礼拜天 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为什么这个礼拜六礼拜天 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我认为这个转折会发生在7月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很多的一些电子股 大概在第二季 它库存消化速度是非常快 第一个我们听到消息是面板 面板有机会转移为亏 所以面板涨了一波 那后来我们就看到 今天消息面又跟你讲 什么散热 所以说今天的旗宏 是不是拉到涨定板 那还有什么低润 这个美光 它的财报比上一季好 这比较之下是很好 但是今天的话美光涨多了 美国回档修正 台股的话也还好 低润的族形 未来又会大涨 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一些 电子业的一个消息 都是消化库存 那景气已经当到谷底了 未来还有转机的一个题材 所以说老师提醒你 这股价会率先反应 股价不可能会落后在消息面之后 消息面还没有出来的 景气开始回升了 这个股价就开始动了 你今天应该有听到一个消息 我们的景气灯号对不对 是连续蓝灯吗 那很正常啊 景气本来就还没有恢复 但是有一天如果说你听到了 景气还是蓝灯 那你会发现股票怎么在大涨了 股票怎么开始在动了 今天是蓝灯 股票没有动 未来出现一个蓝灯 股票在动了 这个叫做什么 时间转折 这个叫做时间的转折 跟我们去煮一杯开水一样 煮到多少 99.9度 这个水就准备要沸腾了 但是你煮到98度你是看不出来的 这边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 那我先讲这场重要的演讲会里面的内容 我要告诉大家 台股现在的趋势什么时候发生转折 我会非常清楚的告诉你 而且我也会拿证据给你看 你知道关键性的转折 你知道未来有哪些族群会涨 你就可以针对股票 未接去做出个选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们一直都很想要 严老师那本技术线的 这个所谓的参考书 史上我认为是最佳的 最好的 这本书 不管你是进入到股票市场 里面几年的 还是说你刚刚才进入到股票市场 严老师请你最高的诚意 我把这本书在演讲会送给你 只要你有来到我们演讲会现场的 这本书就是你的 这本书就是你的 为什么有把这本书送给你 我保证里面的内容你都看得懂 很白话 我不会跟你讲什么MACD RSI KD指标 布林通道 均线量价 我觉得那些东西真的 被台湾的分析师讲到烂了 本身不懂又喜欢去抄 连标点符号都在抄 那种东西你去拿它干什么 严老师给你最新的 最好的一个观念 我们都是去看一些原文书 然后去做出一个研究比较 再把我们心得写下去 里面没有一个字是所谓抄袭 就是这本书非常难能可贵的 这本书带给你的观点跟视觉上面 会形成大家一个很大的一个所谓的震撼 我可以用震撼来形容 当然你有来演讲会的老师就直接跟你结缘 7月1号礼拜天 7月1号礼拜六 早上的话我们会来高雄 下午的话会到台中 目前为止高雄的投资人跟台中的投资人 报名的人数我希望再加强一下 严老师为了鼓励你 我另外再加一个好礼 这样子可以 你住在高雄的 住在高雄的 不管是冰冬的 冰冬可以去高雄 你住在台中的苗栗的部分也可以去 住在大台中的一些投资人 我这次去了演讲会我可能下次要再去的话 可能还是要过一段很长久的时间 为了鼓励大家出门 老师今天特别加码一下 那如果说你是住在这个桃园的 住在台北的话 老师一样有好礼好不好 不惜大家的礼 7月2号的话早上的话在桃园 桃园报名的人数也是非常非常踊跃 那家饭店我相信也是在当地是很知名的 服务态度也很好 停车又方便对不对 那个会议室我相信去过的人应该都知道 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坐在那边很舒服 没有任何的压迫感 我希望说你可以报名好不好 那台北的话这个报名目前为止已经爆炸了 爆炸该怎么办 不能死大家的累你知道吗 那我们就找了一间更大间的 那个会场是 那个全部里面是最大间的 你去了以后你就知道了 我怕大家位置就是不够坐 还是坐得比较拥挤 对大家不好意思 我特别交代我们公司的这些行政人员 挖得大间的 这个钱也老是花没有关系 那还会送给大家一份大礼 也就是说七月份涨什么样的股票 我到时候会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好不好 那在演讲会会送给你啦好不好 那威刚 来 我们做了两次啦好不好 那我们就保密一下好不好 有时候我们正在操作 我们必须要对会员来交代好不好 之前有操作过啦 最近也在操作啦 这个大波段操作绝对赚得到钱嘛 是不是 昨天创波段新高啊 是不是 未来还会不会大涨 你们就慢慢拭目以待好不好 小资股的商城也是一样 小股本的涨的速度比较快 虽然说这个股价一直往上冲啊 我倒是希望它可以拉回好不好 拉回才能够买嘛 像这种现行的话 它是非常标准的 叫做多头的一个格局 这种股票的话真的 还没有起涨的时候你赶快去中压 不是说等涨了以后看了这节目 你才认为说这个股票很不错 甚至说光纤网路的这个华星光 对不对 我们在节目也是讲很久的 那你有没有买我不晓得啦 但是老实要提醒大家 有时候股票操作是有买有卖 看未接啦 如果说你真的认为它涨很多了 你当然可以卖好不好 但是你的布局 我是建议说你要买在低档区 买在底部好不好 中间不管你是做价差 还是说你喜欢做波段的 我认为这个地方都赚得到钱 因为它叫做什么 创新高 对不对 就跟今天的励志一样 励志今天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 有嘛 今天大盘跌哦 出现这么多的买点 出现这么多的一个好的一个买点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它呈现上升轨道 这种股票非常好操作 买了就赚了 因为它创新高 是不是 包含这个滑红汁在内也是一样 潜伏底 底部重压 直接就喷上去了 没有 心痛的操作就比较困难了 因为这个中间有拉回到一根跌停板 很多人被这根跌停板就洗出去了 那我认为未来还是有机会大涨 我的看法上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 我之前送给大家这份资料 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亚航啊 对不对 有赚的我恭喜你好不好 赚一倍的小恭喜 赚两倍的大恭喜 赚三倍的大大恭喜 不用钱嘛 5月19号送给你了 7月份送给你什么 最红的最夯的 两天四根涨停板 Oh my God两根 大宇之两根 没有叫你去追 今天大宇之的接班人 有没有持续涨 有 而且我是叫你拉回注意 今天有没有涨 有涨 等到这张比较再双波段新高 我会打开来跟大家一起来验证 那演讲会老师要送你什么 送你这个 我先讲 7月史上最强的标码股 就这两档股票 我只会送给你 我不会卖给你 只限在演讲会里面 有来现场签名签到的 报名完成的 你就有这两档股票 这两档股票怎么做 你不用担心 我们的助理会告诉你 但是麻烦大家 演讲会来的时候 签完名 报到之后 先把这份资料先拿到手 当然另外还要拿一本 对 技术分析的书 书跟这份重要的资料 一定要拿到 一定一定要拿到 你7月份想要赚大钱 一个月两个月的操作 这两档股票可以涨 一个月涨两个月 号称史上 7月史上 789 可能是一季都会大涨的股票 基本面非常好 投资人都认同 大物中实物在里面 这份资料你一定一定要拿到 全省的投资人 帮老师作证 拿到资料之后 我们一起来验证 为什么叫做 7月史上最强的 这个标马股 我等你来验证 那请注意的来 7月1号 来礼拜六 早上的话我们会在高雄 下午的话会在台中 那今天住在台中的 今天住在高雄的 今天住在台中的 记得是7月1号礼拜六 那老师今天特别加码 鼓励一下住在台中的 鼓励一下住在高雄的 老师今天加码好不好 那7月2号的演讲会 对不对 我们早上的话会到桃园 桃园厂报名也是很踊跃 7月2号礼拜天下午会来台北 一样会加码好不好 最强7月份的标王之王 这份资料两档股票 成交量都是很大的啦 我不会送你这个成交量 只有多少 50张100张的 那我没有用啊 我这两档股票 今天成交量都超过1万张以上 买 尽量买 不用怕 好不好 老师等你来验证 今天完成报名手续 要来老师演讲会的 台中的 大地 高雄的 台中的 记得老师加码 住在桃园的 台北的 我希望大家共襄盛举 这场演讲会非常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在演讲会里面 我们稍微交流一下 有任何的问题 严老师告诉你 台股未来的大区是怎么走 未来的标股 在什么地方 在这边 在这边 只要来到演讲会现场 重要的资料 跟我们的 技术分析的一个现行 直接带回家 很重要 赶快拨打电话 赶快完成报名 打电话 敬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借机办法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洞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就算线 02-2321-9933 2321-993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哦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这场重要的演讲会 你无论如何 一定要来 为什么 因为你第三季怎么做 如果有一个人先告诉你 你心里面有个底 你大概就知道 你遇到状况 你就不会很慌乱嘛 对不对 那我再告诉你 七月份应该要注意 哪一些族群 哪一些股票 你慢慢地观察 对不对 甚至啊 对不对 我认为七月份 最强最标的股票 就这份资料 我可以拿给你参考一下 那老师我想要学功夫 真的学功夫这条路很漫长 但是我会给你参考书 我们技术分析里面的 技术线里面的一个解答 我相信能够符合 所有人的一个需求 我们不会单单就跟你讲 量价结构均线 我们也不会跟你讲说 KD怎么样 是不是 然后顺便跟你讲指标 股票市场里面 它是一个综合判断 它是一个经验 跟智慧的一个累积 那个智慧选股啊 对不对 早就发明了 但对于股票市场里面 没有用嘛 严老师二十年来的经验 这个地方才是大家的一个精华 人为判断 不带感情 底部进场 一定要重压 我跟大家来验证 这两档股票 未来有没有机会 帮助你发家致富 好不好 但是我先讲 演讲会才有 演讲会你一定拿得到 其他你没有任何管道 可以拿到 我欢迎你到演讲会来拿 来时间 7月1号 礼拜六早上在高雄 下午的话我们在台中 两场重要的演讲会 高雄台中 请大家多多支持 7月2号礼拜天 早上来到桃园 下午的话回台北 桃园台北 两场重要的演讲会 全省巡回市场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演讲会 欢迎大家事先报名 报名才有重要的资料 还有这个 对不对 重要的书 还有这个 史上最强7月的标王 我会告诉你 还没有报名的 赶快抓紧机会赶快报名 老师在演讲会等你 我们演讲会见 本服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教练正跟打折比喊号 宝贝上班累吗 好累 给你笑笑 谢谢 晚上来做运动 很夯 快去拿蛮牛 本命头库严分析师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厘完整 拥有二十年 终复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接近拜访公司 透视七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洞服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推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住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起机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迷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我是气象达人彭琪